标股新天地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陈学敬分析师主讲 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 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 深入产业第一线 挖掘第一手情资 专攻主流产业标股 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 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 欢迎收听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109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欢迎亲友好朋友 继续准时收听我们每天晚上9点的 标股新天地 赶快邀请主讲分析师 轮源投顾陈学敬大师兄 老少好 取真好 各位空中的一个听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下跌了0.4个百分点 算是稍稍的压回 那么在9月10月 我们大师兄 真的有很多精彩的实战代表作 包括了像新复星 主胜科 永光 华星光 还有云豹能源 对不对 还有一粒店 联发科等等 那么有一些 都有获利调节了 那么现在 还有红海 还有双红等等 这些很厉害的股票 听众朋友 如果有把握到的话 就恭喜大家 错过的话 没关系 我们大师兄 昨天有给大家资料 因为大师兄的生日 也在10月 跟我们国家一样 这样子 好 所以 这个新的股票 有三档 一定要赶快索取 如果还没索取 稍后要继续聆听 那今天盘面上 怎么观察呢 请假老师 好的 没问题 那今天台北股市 下沙的一个拉回 并不意外 要不然 为什么在昨天那个时候 趁着的一个指数 大涨上来 昨天大涨了 将近400点 我们要把 22,200点成本附近 大小威力群组的 一个多单 顺势获利出一趟 只留一笔的一个 基本单续报 那么重点是 今天的一个拉回 到底是看多 还是要看空 那单兵又该怎么样 来应对跟掌握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那么为什么 今天台北股市会拉回 甚至盘中还一度 下跌将近300点 主要的一个原因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美国的一个就业数据 意外太过强劲 所以昨天大涨 你看太强也不行 可以啊 有涨了 因为太强 那代表说 会怎样 美国的一个经济 那非常稳健 但是市场又担心说 怎样 这样经济会不会过热 到时候 大家预期软着陆 会不会变成不着陆 那为什么不着陆 不着陆就代表说 经济持续成长 大家又在担心 通膨再起 那么A51D原本市场预期 可能在11月12月 还会再降息 那现在可能市场预期 降息的一个希望 可能又破灭了 又很多内心戏 没办法 所以导致在新台币 你可以看到 最近又扁破了一个 32元的一个关卡 那也造成这个 非美的一个货币 承受到的一个 其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第二个就是 中东的一个战火 持续升高 那战火持续升高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 以色列出动 100架的一个战机 去轰炸 黎巴嫩 100多个的一个据点 那现在市场又担心说 以色列 对黎巴嫩的一个轰炸 那到时候 会不会说 在跟伊朗之间 去轰炸到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中东 伊朗的一个油田 所以市场又在担心说 会造成的一个 油价的一个飙涨 所以才会猝使 在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盘中一度的一个 重挫大跌的一个 将近一个300点 但是啊 我问各位啊 这些会不会啊 造成盘市反转的要件 我大家说不 你做你安心 根本就不用烦怒 你可以看到过去啊 中东之间的一个 人的一个战火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 一个事情嘛 真的一辈子都难解的感觉 它是无解的一个难题 那过去 其实在东东啊 三不五十就会 有一些的一个 紧张的局势 但是你会发现啊 这些都只是 短期性的影响 一旦的一个事件啊 过后 淡化过后啊 整个的一个台北股市 又会回到的一个这样 原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轨道啊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到哦 虽然在今天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护国神针啊 实在有靠命啊 现在的一个包括的一个外资机构 甚至把有的把目标价 把它喊到一千六百块 会不会到 我不晓得啦 因为这种东西 有时候还是要看市场的一个氛围啦 但是为什么 外资机构啊 亚里西亚 亚里西亚啦 那十八年了啦 他说 为什么他会把他喊到一千六啊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他看的理由就是聚焦在整个的一个 先进 先进封装啊 是一千六 不是一零六零 太过的一个强劲 大家在比赛 看谁讲最高 越喊越高啊 所以他认为说 整个这个台积电啊 到2026年的一个先进封装的产能啊 将会是2023年的十倍 两年后 对啊 2027年啊 更会达到2023年的一个十五倍 所以他把台积电的一个目标 把它喊到一千六百块 我们不要说一千六百块啦 今天如果台积电能 如果能够再涨个 涨个一百点 涨个一百块 涨个两百块 那我问你啊 台北股市会不会涨啊 会吧 全只占那么高 对啊 你可以看到他涨一百块 我基本上指数就要贡献 贡献大约是一千点了 对啊 成八嘛 对 所以我们的一个护国神山 真的 真的不是盖的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到哦 随着一个五大的一个 科技的一个盛世啊 陆续的一个登场啊 包括的一个横海的一个科技日啊 在今天会率先登场啦 今天是八号 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GV200 GV200预期在11月会开始量产 12月会开始出货 明年会大放光芒 加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9月份的一个营收 也越增的一个超过的一个三十几% 年增超过的一个10% 那么第四季啊 整个的一个云运持续的看望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随着一个GV200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出货 而未来的一个鸿海 他的一个营收 他的一个获利 越来越的一个这样 越来越强劲的一个 的一个的一个加持之下 那我问各位啊 鸿海啊 现在再来到这个200元的一个关卡钱啊 做震荡啊 是 那后面是会涨还是会跌啊 哦 如果后面的营收 会持续强势你的一个成长 有 那那你看着鸿海 他后面会怎么走 感觉比较乐观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是 这档股票 我从过去4月16号132.6 一路赚到一个234.5 然后加码当高档开心 获利换口袋之后 这一次啊 从8月6号啊 160到162 建议会员啊 再加码 直接加码买回来 持股部位直接拉高到五成 甚至9月18号 9月18号12点22分 你看哦 我跟大家讲的都是我们 待会员朋友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 是 哦 你可以发现到 我就跟我的一个新进会员朋友报告 我说AI457的龙头2317的鸿海 174到175买进多档五成 直接买进多档五成 174到175 完全都可以成交 当天没有涨 当天是收黑K棒 哦 我说不足五成的 哦 就会员 哦 不足五成 哦 你可以看到 我就告诉我的一个会员朋友报告 我说啊 哦 这波的红海将很快就会 渴望重返的一个200元的关卡 这一次差一 差一块啦 嗯嗯嗯 最高199啦 哦 那么重点是啊 哦 今天关前的一个洗盘啊 这些都在我的一个预期当中啊 哦 那么随着一个GP200 即将进行量展出货啊 哦 在第四季跟明年成长力道啊 将更加强劲的一个前提之下 嗯嗯嗯嗯 那你想想看 这一波的一个红海 如果说 哦 你对于有些其他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 最近很夯的一个细光子体材啊 或是扣护士的一个概念股啊 哎 哦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不要很凶 是 哦 那如果你这些股票 哦 你担心说 哇 已经涨那么多了 嗯 哦 你不敢买 没关系啊 红海 嗯 哦 我就直接 哦 公开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嗯嗯嗯 你可以看到 我们要怎么样带着我们会员朋友 哦 一波赚到爆 哦 然后再来包括这个特斯拉 预计在10月啊 10日啊 10月10号啊 要发表无人机的一个计程车 还有微软啊 在15号要推出的一个 家用的一个游戏主机啊 Xbox 包括这个Open的一个AI啊 在10月要推出的一个 具有推理功能的一个 AI的一个新模型 还有苹果在10月啊 现在已经确定了 10月底啊 哦 要在 发表的一个 在美国啊 要提供具有AI的功能 所以到时候又会带动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苹果啊 的一个 i16的一个 的一个销售预期啊 哦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这样 创新的一个光电跟 无限的一个网络大会 要在 9号星期三啊 在台湾登场啊 还有10月17号的一个 台积电的一个 法说会的一个 召开的一个前夕啊 哦 你可以看到啊 内外资啊 争相调高 它的一个平等跟目标价 啊 并且随着一个 各国的一个政府啊 积极的一个降息降准啊 啊 去风险的一个效应之下 啊 整个这个第四季 能见度大开 嗯嗯嗯 啊 配合 呃 往年我们第四季 又是多头胜率 最高的一季啊 哎 哦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切才刚刚开始嘛 好 哦 你可以看到啊 再过9个交易日哦 你趁着现在哦 趁着现在你要真的要赶紧把握 再过9个交易日 季线将迅速扣抵 两万两千五百点以下相对低档指数位置去 老师你说多久 9个交易日 哇 快了 嗯 哦 如果到时候继线扭转上来 哇 哇 你看到时候的一个涨台北股市会怎么涨 好 所以只要你愿意啊 是 一切都还来得及 哦 我们啊 一起行动 好 我喜欢买在小时候啊 哦 如果我在 哦 8月5号 我送给大家的一个新复兴啊 嗯嗯嗯 星星点灯啊 照亮你家的大门 4909的新复兴 是 哦 让你的一个人生的财务 哦 可以啊 呃 倍增的一个机会 哦 当时候如果说你错过了 或是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哦 那么迈向光辉十月啊 哦 那大兄也特别精挑戏选三档股票 哦 那么这三档的一个股票都是底部起涨 哦 筹码干净 哦 具备有引收 哦 爆发成长的一个体材 嗯嗯 要免费跟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一同做分享 好啊 哦 那相信已经拿到资料投资朋友啊 应该可以感受到 嗯 哦 大师兄选股的一个功力啊 嗯嗯嗯 你可以看到我给大家的一个第一档的一个股票 是绝版二字头啊 细光子 哦 的一个体材的一个概念股啊 啊 你可以看到我为什么呃 今天的一个细光子 呃 今天的一个表现会这么的一个犀利啊 呃 其实原因很简单嘛 你想想看嘛 包括这个台积电啊 呃 英代尔啊 还有超伟啊 哦 那么这些的一个指标 指标大厂都要积极的一个抢工的一个这样 呃 的一个细光子的领域啊 呃 尤其啊 呃 呃 由台积电跟呃 日月头啊 哦 带头成立的一个细光子产业的一个联盟啊 哎呀 哦 在9月3号就已经成立了 哦 所以说先人指入嘛 你可以看到9月3号的时候 哦 当时候为什么我就一再的一个强调 我说细光子细光子 这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嗯嗯嗯 哦 当时候你可以看到哦 高达的一个30 30家啊 哦 共同的一个参与啊 哦 尤其啊 哦 在细光子 尤其某某的定律啊 哦 晶片已经面临到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极限嘛 哦 然后要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的一个关键啊 哦 重点就是在什么 哦 重点就是在细光子啊 哦 尤其在整个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啊 哦 那么半导体的一个大厂也都积极的卡位 哦 那么细光子哦 将是成为台湾半导体哦 技术转型的关键啊 嗯嗯嗯 哦 也将是成为半导体下一个大事件啊 哦 尤其啊 哦 在整个这个AI的一个资料中心啊 高效运算啊 啊 这些这个场景啊 将大放光芒啊 那因为啊 细光子因为其低损耗跟高传输的一个高速度啊 还有高运算的一个特性啊 所以非常适合用在大量资料的一个运算 传输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嘛 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个细光子大家看到说哎哟啊现在细光子整个营收跟获利好像好像还没有看到大放光芒那我可以告诉大家等到你看到大放光芒的一个时候很多的一个股票都已经不晓得都已经飙了几倍了 对常常是这样啊对啊所以我常说啊领先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嘛哦你可以看到啊在细光子的一个方面哦我当时候啊我送给大家的一个的一个细光子的一个联军啊你可以看到哦联军这一波是怎样的一个上涨上来当时5月23号我� 我买在这个79块嗯然后5月27号我也把联军啊哦吴师啊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把这档的一个最好最棒的一个股票送给了你如果你当时候你有打电话进来或有在线上啊啊啊填写表代的投资朋友恭喜大家你看你这个财务翻了多少嗯嗯嗯你的财务增加了超过1.5倍紧接着我在节目上啊我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这样子所谈到的一个啊 这个联雅你看联雅这一波从8月6号93块7啊哦这一波大涨上来来到354.5啊足足这样就大涨超过279%啊278%嗯嗯嗯嗯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华新光也是一样啊哦华新光高档我们是加码当开新获利换口袋啊但是我基本单117.5啊我基本单我还是续报啊9月25号我就建议会员啊我高成本我先获利顺势获利出一趟哦但是135以下的一个啊 我仍然是续报没有改变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啊光是啊啊这样一趟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啊价差也都超过37% 甚至在今天啊这个台北股市震荡拉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啊包括这个矽光子概念股的一个上权 昨天飙涨停今天再飙涨停吧呀所以我常说啊人生你只要把握住一档对的一个股票啊嗯嗯嗯啊财户翻倍再翻倍 真的不是梦嗯嗯嗯嗯如果过去我送给大家的一个联军续光子的联军你没跟上脚步或是送给大家的一个低轨道卫星的一个4909的新护星让你财务可以翻倍啊的一个机会你又错过了嗯嗯嗯那么在迈向光辉那个10月啊大志兄特别啊在这份的一个资料里面啊我特别准备一档续光子体财啊的一个大标股现在嗯嗯嗯嗯嗯嗯 还在第一档哦还没有被人被人家遗忘的一档的一个增出一切才刚刚开始哦这要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哦那么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啦那大胸在今天我持续 呃独家啊限量啊开放索取哦那我准备了一百份啦那额满就举止啦那不只是第一档哦第二档哦散热的一个模组第三档台积内的概念股哇这三档股票真的好棒哦真的好棒哦如果在今年啊啊 哦现在是10月了嘛很快了就快到年底了嘛是如果在今年你想要让你的一个财户啊能够倍增倍增再倍增的话哦那这一份的一个资料哦你务必要拿到手怎么样拿到手很简单哦第一个加耐或贴得贵嗯嗯嗯嗯嗯哦线上贴写好表单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蓄积已久的一个人量啊这次啊哦很快的将会全面引爆嗯嗯嗯当全面引爆了一个时候你怎么样来掌握把这一份资料给他拿回去就对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好的谢谢我们的大师兄咯好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资料有拿到应该就知道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持续的帮大家来追踪而且呢老师的家族朋友 也有跟着老师的指令哇很开心的这个做操作哦好所以如果错过了资料这一次呢绝对一定要动作快了哦好之前的新复兴哇已经涨了一倍以上真的是太好了好如果想要把我新的股票这三档老师的严选出来的三档哦这个是限量正月欢迎听众朋友第一时间掌握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大师兄要分享给大家的十月第一标哇这是底部起掌筹码干净而且呢营收拼棒的产业新豪股哦限量一百名额满为止速播零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零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或者是透过了Lite ID小老鼠 GOLD99小老鼠 GOLD99免费登记哦二十四小时服务专线零二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十月份大家呢一定要好好把握因为大师兄说最后一季最好掌握最好赚哦加油好时间再起老师啊好的没问题哦那这一次大兄要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 都是一等一啊最具包括成长体财的一个标股哦哦就像矽光石的概念股哦各位可以看到啊当时我送给大家的联军哦5月23号79块我带会员朋友所听的联军哦一波标涨的到多少哦20001.5你没有听错哦你光掌握到一档的一个股票你的一个资产啊可以增加超过1.5倍 哦再到我在节目上跟他所谈到了联军你看哦从93块7一路飙涨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354.5啊你看足足就大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过的一个278%甚至再到今天的上全你看今天上全从132一路飙涨今天亮灯的一个掌停板才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啊哦飙涨超过77%啊 哦除了矽光石的一个体材之外再来包括这个散热也是一样散热也是明年的一个重头性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我带会员朋友所掌握到的一个双红从173哦带会员朋友掌握你看一路飙涨到多少哦飙涨到这个965这一次从650块啊再低阶买回来哦你可以看到今天盘中最高来到732耶哦那么包括了散热之外还有台积电大联盟的概念股嗯你可以看到Covas的一个星云怎么长的那星云涨上来之后 从300多块一路飙涨到500多块之后那么接下来还有没有像星云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就在这一份10月第一标啊标股完全的一个主力标股完全的一个公愿里面啊那这一次的一个的一个资料啊真的要赶快上车哦还没有拿到的投资朋友哦也欢迎各位可以利用广告中的电话跟我们现场理专人员来做一个索取的动作我们把时间交给其真嗯好明天是我们双十国庆前的 啊最后一个交易日其实休一天而已啦所以呢这份资料一定要赶快索取哦或许明天就有很好的机会当然在进出的部分任同老师操作也邀请大家可以进一步咨询跟上脚步的活动咯好今天10月第一标的三大股票分享给听众好朋友再次感谢我们陈学敬大师兄谢谢你啊谢谢其真谢谢大家保持正向能量机会就会浮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拜拜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我也很喜欢老师最后啊都会给大家加油鼓励正向能量的ending哦而这样子的思维也落实在老师的选股当中10月第一标哦也都是非常直优的好股哦都是开大门走大路的好股邀请大家跟上产业成长把握赚钱的机会限量100分 0223219933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